但若是现在有一种减碳方式 是在员工旅游的玩乐过程当中 可以同步进行的话 那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就有观光业者 携手台东的池上香 首度推出碳注销邮程 只要使用大众运输 脚踏车等等的干净运具 并且选择在地食材 还有入住环保永续的旅宿 活动结束之后 就可以核算减碳量 能够进行碳权交易 借此减少企业成本 在全球尽灵目标之下 低碳绿色旅游 成为时下最夯的新选择 但要怎么玩得尽兴 同时还要达到低碳永续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 带你讲开一场特色的低碳之旅 要实行低碳绿色旅游 交通工具的选择极为关键 一台30人坐的游览车 从台北开到台东 每人的碳排放量约为115公斤 若改搭乘火车就能降低到41公斤 而且沿途能包览千变万化的美景 乡村小镇 田野风光 海天一线 绝美视野 一路往南直奔东台湾 经过三个多小时 终于抵达目的地 搭乘火车来到台东池上 请接着我们要改换下一个交通工具 现在我们改成骑电动辅助自行车 在池上乡爬爬走 我们今天主要先走两个武馆 然后再带各位去一个大观点 然后如果天候好的话 我再带各位我们去波浪大道 导游阿杜亲自带队 游览池上在地景点 一伙人浩浩荡荡地出发 微风轻拂着脸颊 吸收浓郁芬多金 窃意驰骋在稻香绿海 来到第一站古仓艺术馆 1958年新建的老古仓 华丽变身成艺术家的展示空间 视觉听觉双重饗宴 享受完艺术的洗礼后 当然还要尝尝在地美食 麻油豆包米面馅 一端上桌令人食指大动 微焦翠边荷包蛋 滑嫩孤溜米面馅 吸饱汤汁的豆包 这餐每人的摊排放量 约为1.29公斤 相比于一般外食餐厅 摊排放量介于2.54到2.83公斤 每人每餐就能降低 1.25到1.54公斤 享用在地食材缩短食物里程 就连豆制品生产线也一览无遗 一片片豆皮 晾晒风干后立刻送往厨房 制作成各式豆类料理 传统豆花 豆包串拼盘 创新吃法 一次满足 填饱肚子的大家 又有体力可以继续踩点啦 白色相框 京城武术 还有波浪大道地标 我们迎着风 脚踩着踏板 欣赏绝佳风景 没过多久 夕阳西下 天色变暗 驱车前往活动中心 体验最热门的 无人机飞行器 小小球状物飞劲十足 操作无人机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需要技术与经验的累积 掌握技巧后 就能接触挑战 无人机与足球结合的竞技活动 必须飞过电磁感应式的球门 才算得分 一伙人沉浸在无人机PK赛 不知不觉 第一天的行程也悄悄结束 太阳冉冉升起 霞光照亮山顶 第二天也是骑着 电动辅助自行车 前往稻米原香馆 手座稻香锤 把这个细的挤在里面 因为稻草它不是很整齐 大概像这样 将稻杆折成拍打棒 锤锤肩膀拍拍筋骨 消除骑自行车的疲劳 特色低碳之旅 完美花霞据点 也成为了企业举办 员工旅游的新模式 有点像轻旅游的概念 不会太累 但是又可以帮助到地球 我国积极迈向 2050净零排放 环境部将在2026年 向企业收取碳费 企业也可以自愿性减碳 举办低碳员工旅游 就是其中一项选择 计算出旅客的碳排量 再由碳权开发商 申请卡钩碳权 并开立国际机构 黄金标准的注销证明 参加完之后 我们可以帮你申请 黄金标准的国际认证 整个团产生碳排 把它抵消掉 抵消掉之后 你放在有序报告书 你放在你的供应链的报告书 可以很清楚告诉人家 我们在举办这些商务旅行的时候 我们也按照了联合国范售三的规范 欧盟国家早在多年前 就推动低碳旅游 最著名的案例 便是刚落幕的巴黎奥运 采用ARO方法 如今这个风潮吹向全球 台场与外企 以旅游时间永续 为ESG报告书加分 成为企业的隐形竞争力 这个趋势就是你有做跟没有做 我觉得在很多配额度上是非常有差的 假设未来有一些天使投资 或者是其他资金要挹注 你要在扩展的时候 这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环吧 未来公司如果做到一定规模要上市柜 这也都是就是很多很多未来 就是大家在投资的时候 评估的一个标准 在台湾的大的得商 在台湾大的发商 甚至在台湾和美国大型的资料公司 他们都说这样子是符合他们公司的政策 创新的低碳旅游模式 员工休憩的同时实践减碳永续 企业取得黄金标准认证 提升国际能见度 旅行业者与碳权开发商 也掌握新商机 形成正向循环系统 让员工旅游不再只是短暂的娱乐 而是对环境责任的体现 且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 简态语行科技促使器